之前我在Wet and White 湿河野那个牌子官网 买了一些就是最近新出的 有眼影啊 还有新出的刷子 眉笔啊 然后还有睫毛膏啊什么 大部分是新出的 昨天我刚刚收到 然后试了一些了 好用的接下来我都会说 十件东西吧 我在官网上递单还打九折 然后三十几刀 三十五刀 这么多东西 而且大部分都好用 可能这一单是我 17年下过的最值的 一单了 因为三十五刀采雷的东西 基本上不多 今天脸上这个彩妆 都是用开架的 就很适合学生党们去考虑入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这种鞋型的笔头 应该是他们家新出的 这个订单我一块买了 但是我在手上试了一下 觉得就是有点色 可以看到它有点色 不是很顺滑 用来画一下这个眉头 然后我之前我也没试过 就是不太知道它的持久度 但是感觉就是上色不太均匀 就是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些空隙还蛮大的 就是不是很理想 感觉哪怕是晕 好像都不是很理想 嗯 这支眉笔我不太喜欢 眉尾的延长 我还是用回这个欧莱雅这支 欧莱雅这支还是开架里面 就是最 我觉得开架里面 目前用到最理想的一款 就是它顺滑程度啊 上色度啊都很好画 形状啊什么都很好 就可以看到 就非常非常的好画 很顺滑 刚忘记说今天我底妆 跟上支用的是一样的 如果我编辑的时间顺序是对的的话 就是用了CDP的那支 粉底 染眉膏还是用了欧莱雅这一支 就是能上色非常非常快 我这笔订单一共买了三盒 这个眼影 这三盒都是新的产品吧 昨天到的时候我刚刚试了 这个comfort zone 这一盘非常非常的好 哇我觉得开架做到这个程度 真的非常非常的良心 这两盘我就没有试 但我会补充一个试色 然后放一个特写在上面 然后今天会用这一盘来画 打底还是用的 Rola Mercy这个眼影笔 今天用这个Transition这个色 这把刷子是Morphe的R39 就跟那个ZOEWA的那把R7非常非常像刷头 就是很好用的一把晕染刷 最近发现Morphe的很多刷子都很好用 也是开架界的良心了 哇就是你们看 就非常非常的好晕染 这个亚光的哦 亚光的欧美的牌子做成这样子 欧美的开架牌子做成这样子 真的很厉害 就这样很好晕染 接下来还是Morphe的刷子 它是M139这把刷子 刷头是这样的 圆锥形状的 然后取这个也是一个Transition的一个色 红中就是比这个打底色更深一点的色 在眼尾这个后三角 这边晕开沿着这个眼窝 眼窝就是凹陷的 眼窝就是眼球凹陷的那个地方 这样子眼窝就是有一种深邃的感觉了 深邃的感觉了 再拿一根这种扁头的眼影刷 取这个就是有点珠光色 刺盘就是显色啊 晕染啊都非常非常好 粉质也很好 就是容易 就是容易飞粉 就是容易飞粉 就是在 在眼窝这个中间的区域就是 稍微往下一点 二分之一的眼窝这个区域 把它拍上 稍微晕开 稍微在边界晕开 然后就会有一种立体感在上面 很好看 用手指取这个 就是 这个珠光色 打亮一下眼头 哇这个 你们看 M149这把刷子非常非常的妙 因为它这个 这个圆锥的 小的 需要一个对照物才会感受到它有多迷你 就是 就刚刚刚刚刚刚刚那把圆锥的刷子就是一对比 你看 有多小多迷你 深一点点的这个骨瞳的 珠光色很深了 可以画到脚脚处的这个 画到最眼尾的那个位置 这把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妙 就再取刚刚刚的第一个就是打底眼窝的那个色 这个色晕开一点 因为我发现太深了 稍微晕开一点 然后会过深 再取一点点刚刚那个深一点的骨瞳色 沿着这个上眼线的位置 轻轻的轻轻的在眼尾这边 画出一条 轻轻的在眼尾这边 画出一条斜方向的这个 眼影 就稍微加深一下眼尾的层次感 就一点点在眼尾这边晕开 有点点小烟熏的感觉 这盘我画下来是觉得它非常好晕染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一盘 配色的话它是比较暖掉一点的 但是也有点点冷掉的几个色 就是还蛮多变化的 这个订单里面我还买了这个眼线 这个打折好像才1.29刀 两支眼线笔非常非常好用 画起来很顺滑 而且我昨天用下来不怎么晕的 真的不怎么晕 我的眼皮也是会出油的那种 然后平时用的话 像Make Up For Ever的话 还有这个Ubundecay的 特别是Ubundecay的 我很容易晕开 然后这个Make Up For Ever的 也有一点点小晕 但这个就完全没有晕 就很好用 它一开始的一个初始状态 它就是一个很尖 帮你削得很尖的一个鼻头 它非常好画 很顺滑 稍微在眼尾这边翘一下 单手画我就只能 闭着眼画 会比较顺滑一点 闭着眼会画得比较直一点 就你们看很顺滑 这边也是一样的 它的软硬程度是刚刚好我觉得 没有很软 然后也没有很硬 画的时候着力点 就是画的时候这个力度 就还蛮能够达到 我想要的那种力度的 就是可以画得很顺滑 当然我用我是觉得它不怎么晕的 如果你眼皮很油的话 你注意好打底 应该也不是很晕啊 我打算再下一单把眼影笔再买一次 然后希望 我还没有看 我还没有看 有没有其他别的颜色可以选 我希望它多出一点颜色 比如说有棕色啊那种 我其实还一起下单的这个眼线 耶 这个眼线膏 眼线膏 然后它是这样的 然后还配有一支眼线刷 但怎么说 我昨天试了一下这个眼线膏 我不是很喜欢 就它画出来就是太软 就是感觉不是很眼线 就画出来太软 不能画出比较锐利的一些线条 眼线膏我是不是很推荐 刚刚才发现 刚刚我拿那支是我昨天画剩下的 这支才是够尖的 它的这个初始状态 就是比较尖的 我还入了这个Skinny的睫毛膏 这个是新出的 说是防水版的 然后我昨天试了一下 也很好用 它的刷头非常的非常的细 这刷头是这样的 就刷头是这样的 可以刷到最底部 然后刷下睫毛也无忧了 就不会老是会弄到下面 这眼妆我还是比较想要刷的更Drama一点 然后我还是用欧莱雅这只刷外面这一层 效果还是一如既往的Drama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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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唄 晒红也是开架的用欧莱雅这一款 这一系列的晒红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已经喜欢很多年了 最近入了这个新色 它是霉子色但是又有点暖掉的 還蠻難見到一個暖色的梅子色的 它有一點點橘調的梅子色 就還蠻微妙的一個色 這裡家裡面我還入了兩個高光刷子 這個是新的 這一支是新的 然後這一支是那個獨角獸系列的 這個我摸了 我昨天摸了 打開了摸了一下 這一支刷子我昨天摸了還蠻柔軟的 這刷柄很好看 這刷柄就是那種 西彩色的那個刷柄 這新出的小支是玫瑰色的柄 也非常非常的柔軟 然後刷頭是圓椎型的 今天也是用他們家的這一塊高光 我買了有一段時間 不是這一單買的 然後先用這個 先用這個 看起來是淺香檳的一個色 但其實它有點高 但它其實有點偏光嘛 有點偏銀色 就一個藍銀色的一個光 然後這刷子打的還挺暈的 這邊的話我用這把刷子 感覺這個 感覺這個刷起來不是很暈 感覺這個形狀也有點奇怪 還是比較喜歡這支 形狀上還是比較喜歡這支 而且能打的很暈的 而且你刷柄這麼好看 今天 口紅也用一個開架的 它是歐萊亞跟那個時裝品牌 然後 然後 合作的一個系列 然後這個高管挺好看的 就是 比歐萊亞普通系列的一些 口紅的高管 高級一點點 質感上好一點點 這個口紅的質地 這個口紅的質地也非常好喔 就非常的順滑 軟 顯色度也非常非常的好 膏體也很柔軟 這顏色我也非常非常喜歡 它是有點暖調的一個裸色 有沒有很裸 然後又有一點點橙色的紅 今天這個妝容雖然不是一個紅唇妝 但是 顏色也暖暖的 也很適合冬天吧 好今天就這樣子 我們掰掰